时间进入到5月 不少厂商又在为自己的新品做准备了 而其中就不乏包括AMD的RX6X50XT系列显卡 英特尔的ARC显卡 当然也有DDR5内存 甚至是会呼吸的主机等等 那么接下来就请跟着超级客来看看 这次有哪些新产品 是大家买不起但看得起的呢 首先是显卡方面 备受玩家们关注的RX6X50XT 终于将在5月10日正式发布了 而所为比强更强的AMD全新旗舰 即将采用台积电7nm制程工艺 并基于全新的NAVI21XT插合线打造 拥有80个G3能源和5120个流处理器 配备为宽位256bit的16GBGDW显存 而这些规格也基本与目前的RX6900XT一致 但其的加速频率将超过2.5GHz 显存速度也会突破18Gbps 基于这些改编 RX6900XT的整卡功耗 预计将从300W提升到335W左右 完全可以当作RX6900XT的超频版 然而在性能方面 根据WCCFTX的消息显示 RX6950XT的游戏性能将比RTX3090Ti高出6.5% 比RTX3090高出11% 但仅比RX6900XT高出了4% 至于面向主流的RX6750XT 则比原版的RX6700XT高出了7% 比RTX3070高出了2% 而面向甜品的RX6650XT RT的国外售价为399美元 约合人民币2659元 对比原版涨了20美元 这样一来RX66060XT系列的价格 仅仅是小幅上涨 所以有需求的玩家们 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然而是硬件方面 目前华硕正式公布了旗下 与新世纪福音战士的联名产品 RTX3090 ROG Strix EVA版本显卡 和ROG Maximus Z690 Hero EV限量主板 其中显卡采用了EVA初号机的风格 拥有标志性的紫绿配色 并对RGB灯效进行了重新设计 至于主板则额外进行了深度定制 除了紫绿色装甲外 还是加入了标志性的橙色辐色 而BIOS界面具备了专属定制的 开机画面和软件皮肤 看起来相当炫酷 但这价格嘛 目前显卡的预售价为 63,990新台币 约合人民币14,314元 而主板价格暂时未知 但考虑是Hero型号 所以至少也会在5000元左右 当然除了华硕外 微星也联名了新世纪福音战士 并推出了B660主板 240水冷 650瓦金牌电源 以及刀锋机箱等 看得出来相较于华硕 微星走的是性价比路线 所以对此感兴趣的玩家们 不妨期待一下 接着是电源方面 目前美商iPad电竞 推出了旗下全新的SFX系列电源 包含了650瓦 750瓦和850瓦等三款 其中SFX650瓦 为80PLUS金牌认证 而SFX750瓦和SFX850瓦 则为80PLUS白金牌认证 但它们均有全模块化 扁平线材和全里外壳设计 并采用了全日系固态电容 以及支持了风扇自动启停技术弹 而目前SFX650瓦金牌电源的 售价为549元 SFX750瓦白金电源的 售价为949元 SFX850瓦白金牌电源的 售价为1249元 算是同类型产品中性价比不错的存在 所以对此感谢你的玩家 不妨买来试一试 然后是内存条方面 高端大厂之旗 再次发布了全球首款 拥有超低延迟的DDR5内存 Trident Z5 其的首发频率将会支持 5200MHz和5600MHz 其中前者的时序为 CL28343483 后者的时序为 CL28343489 均有16GB乘2和32GB乘2的套条规格 除此之外 针对于笔记本市场 芝奇还发布了全新的高速验刃DDR5内存 并提供了5200CL38和4800CL34的规格 相比同类产品有着更高的数据传输速度和更低的延迟 但至于目前DDR5内存的价格过高 更何况是芝奇旗下的 所以这些新品的起售价应该会在3000元到4000元 大家还是看看就好 最后是机箱方面 作为拥有极致理想的Cyberpuff PC 于前段时间正式宣布了全新的可呼吸机箱Kinetic 其共计拥有了18个三角形的电动通风口 而这些通风口均由对应的控制器负责 只要感受到温度较低 则通风口关闭 防止灰尘进入 当温度较高 则打开通风口 获得更多气流进行散热 除此之外 用户还可以设置其调整的温度范围 来确保通风口并不是一直处于关闭或者打开的状态 妥妥的智能式散热 当然这款机箱也拥有黑白两款配色 并支持ATX主板 360水冷 以及7个120毫米 或者5个140毫米散热风扇 根据官方的透露 这款机箱的零售价大概会在249美元 约合NB1659元 将在今年Q3季度上市 所以对此感谢你的玩家不妨期待一下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产品资讯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哪一款产品比较符合你的胃口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大部分上留言哦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RQ强 我们下期再见